大家好,我是Dex,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下RDBMS關聯式的資料庫 那怎麽為一個關聯式的資料庫 簡單找一些表,儲存資料,然後設置表與表之間的關係就是一種情況 表就是Tables,Tables上就會有打橫的Rows,即是列 押即是爛碰Norm,有另一個名字 Gamow,是在資料庫內,意思表 稱為最實體,為何一個實體呢? 因為通常資料庫不會去駕而進的 一定是有人 SAND �셔서 RF 什麼資料,物件、事件等等,中間的 drives 這些合可,以在nalvu名字大一個實體 橫行列列列,列列囲是ROS或你的錄印 記錄去源全片,和 danyl gorgeous 看看这个例子 记录了同学们参加了一些活动 Student Activity 这些都是困难 而这里记录了每一条记录 我们去到这个Domain 又是什么呢? Domain 中文是叫Wig Student Name的Domain 一定是英文字母 就不会有数字等等 而Activity 的Domain 我假设这间学校只有三个学会 一定会是 Photography Club Networking Club 或者 Dance Club 就不会有第四样东西 比如说我打了Dance Society 这个是不准许的 因为没有的 这个就是Domain 可以被容许的数值 可能留意到我们以上所说的表里面 发现有两条记录 都是叫做流X 参加了这个摄影学会 这里其实出现了一些问题 其实去看这些问题 就可以看学生这个表 原来是有两个同学 都叫做流X 一个是1A班 一个是混二班 都介绍一个概念 叫做Key Key 的意思就是可以读一无二 现在可以认识哪一条记录 和哪一条记录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的Key 是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班和号数 将这两个东西加起来 就可以分得到哪一个小孩 打哪一个小孩 另一个选择就是 他的学生编号 Student ID 这两个都是可以选择的 所以这两个都会在这个表里面的 Candidate Key 在这两个选择里面 我们选择一个 我来做主要的Key 那这个就是Primary Key 我自己本身就选择了 Student ID 就成为了Primary Key 我选择了之后 其他可以都拿来做Key 但是我又没有选择它 用来做Primary Key 那这个就叫做Alternate Key 替代键码 在这个例子里面 Class和Class Number 我们都可以认出一条记录 但是它又不是最主要的 所以这一个都会叫做Alternate Key 那我们有什么选择这两个流X的例子呢 那最简单我们就把这两个表拍完 我们在Activity Participation 活动参与的这个表里面 将Student Name这一栏 改写作用Student ID来去处理 那就可以分辨到这两个流X都参加了摄影学会 我们现在这个Student ID 因为它是refer到Students 这个表的Student ID 所以对于Activity Participation来说 Student ID这一栏 就会叫做Foreign Key 外建码了 那在这个Primary Key和Foreign Key 建立了的关系 我们就叫做Relationship 最后我们就介绍一下 RDBMS里面 常见的三种 Integrity 完整性 那第一个叫做Alternate Integrity 实体的完整性 就是说每一条记录里面 我们出现过的Key 我们都不可以刺激它 譬如说我们现在这个Student 是不可以没有Student ID Unique 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独一无二的 在Student这个表里面 不可以有两个相同的Student ID referential Integrity 引用完整性 就是说在这个资料复权里面 所有的对照都是正确的 Ware it 看回这个学生参与活动的例子 Activity Participation 这个表上面 我们写下去的Student ID 一定要存在在下面 Students的这个表里面 如果我们填了一些 不存在在Student 这个代表上面的Student ID 就会违反了这个 referential Integrity 参照完整性 最后 域完整性 Domain Integrity 就是说 不会存在一些 不在Domain里面的Values 在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以下这个表就是 我们今天介绍过的一些Keywords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什么想知道 多一些呢 可以在楼下留言 如果在这个影片帮助你的话 记得Like、Subscribe 和Subscribe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